其实说实话也有想过 但是 你就会 其实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感情啊 有时候就像榴莲一样 你可能很多人你不能理解 但吃的这人特香 这时候你跟他说 你怎么能吃榴莲呢 他肯定会说好吃 我为什么不吃啊 这就是我们的感情一样的 就是我会想 我睁开眼睛这天高兴 让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幸福 我为什么要去把这个停止呢 就是因为 这个别人的看法 别人觉得你应该适合 所以我觉得 我就豁然开朗了 各位观众 今天我是最近两夫妻 我头一次见 当然我这种立体不陌生 对张庄说 也从别人不成考 但面对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为什么当时 我在有号研究 说我特别的 支持和赞同这个婚姻呢 因为我觉得准确 缘分到了 其他全是借口 对 真的是 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 跟父母商量了吗 就是我要求货队商量了 商量了 商量了 妈妈就会喜欢什么了 对 其实经过几次接触 挺喜欢的 是吧 对 因为他给了我 能家庭更多的 这个家庭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父亲 我印象里 他一般都是动武的人 就是一般我 你爸做什么工作的 我爸是警察 所以我对我爸这个人的印象 就是刻板 然后严肃 一点都没有 就没有人情味 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次 就是我们在三亚 我们那个 求完婚之后 我爸喝完酒 竟然开始跳舞了 好快啊 就是我们放着音乐 我们一起跳啊 我丈母娘也开始跳 然后全家人都一开始蹦迪了 然后我爸跳的 然后我就觉得 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那这个女人来到这家是对的 太棒了 就他